將對冰冬安泰便宜的災災 衛生保理部是公調說 等下調查的結果出來 還會來檢查 便宜的經濟財和應變辦法 有專家也指出說 便宜是比一般的重症 疏散臨完如下困難 並相信就要留學相關設備的檢查 也要直接來進行 風災的恩人 冰冬當中安泰便宜 切磋套早發生災災 四個都是黑恩 以後臨完第一時間 都在疏散臺 除了白人到一樓 部分 要是可以走的白人自己獨生 不過最後以外組織 到的人希望 臺灣 他無關於學會基礎 醫療以送命以後 配合政府進行 最大的實體 經濟應變恩人 同樣會在上門 不過這次的病院裡面 臺部分是行動 不方便催促走運 更多是婚胎 會見發生的時候 又加上條件 救災困難度加關 或者像廚房等等 也都是平常我們比較容易 看得到在醫療機構裡面 易發生火災的高風險一些區域 根據目前的系統性的一個調查 去瞭解到底真正發生這個火警的原因 以及在火警發生的第一時間 到底它的防火區化為何 根據臺灣北安通部系統統計 公共疫若旅行 以水電空調醫療企體的供應 以上地點看到 發生率差不多48% 火災差不多減16% 第三名是公共設施過程 公共疫若發生的時間 才起10點到11點是像這個 定點發生的地點是1.8萬 為何博表示 在通計時高齡醫療移送 足足通報並不是共濟要求 通計便宜不包含全部便宜 不過可以作為改善安全的參考 目前醫療法本來就幾款 各個病院都需要定出 在海應變計劃 將對醫療中所用電動度 進出警官制增加關鍵的誇張 為何博也表示 為政家風災應變輪行 未來調校庫醫院防疫概念 留待等一半年應變計劃以外 也加上庫醫院應變計劃 那發生火災 需要專業許這次資本 會加進合同合作 即將綜合報道